85 《大公報》 港專生獨職訓廠出青雲路 2015年7月18日教育A18 《大公報信》 實習記者高進軒報導 港專職業訓練學院作舉行第十屆極出學員班獎禮 輪選出十三名表現優異的載培訓學員 有得獎者表示 當年失矣於民憑氏 入讀副學士課程卻發覺驚激滿途 偽然轉讀特種警衛課程 受到僱主認同 亦有學員從內地來港由零開始 修讀課程後繼續於地產行業發展 今年二十一歲的張文傑 過去增在民憑氏 車邊考得入讀副學士的最低資格 於是入讀一間自資院校的電腦副學士課程 眼見資訊科技業方輕微埃、機會處處 但當時香港的手機應用程式市場上未發展 他於是轉展特種警衛課程 張文傑解釋 當初入讀特種警衛 並非出於什麼宏大的理想 只是在街上看見課程廣告 又見待遇不差而入讀 他現在已經讀不課程 並在一間物業管理公司入職 對於得獎 他說對於被認同感到高興 因為至少未曾得獎 感謝公司提名 問到將來有何打算 他說會報讀英文課程 彌補民憑氏的成績 希望將來能夠升為管理層 同樣就讀特種警衛課程而獲獎的留後位 自中學畢業而後便投身物業管理行業 他說自己本身做這個行業 看報紙時看到這個課程便偽然持工入讀 自己原本比較沒有自信 得獎後發現自己原來可以做得好 有力量繼續去服務別人 而增在內地任職留盤銷售的趙翠卿 兩年前為了照顧在香港生活的父母而申請來港工作 由於欠缺本地工作經驗 加上香港制度與內地不同 便修讀有關課程 使他能夠繼續在地產行業發展 他說得獎令他有更大的使命感去鼓勵其他新移民 自己會繼續做義工 服務社會有需要的新移民